距离大选还剩下最后一周的时间 所有洛杉矶线的选票最后都会汇集到工业式的这个计票中心 工作人员会经过多个流程和步骤 确保每张选票都准确地记录在案 未来一周成千上万的选票将从USPS邮局和各地的投票箱投票站 被运送到计票中心 由最多七八百名工作人员负责审核扫描和统计 紧接着在签名验证的环节中 如果机器显示信封上的签名与档案不符 工作人员就需要手动审查 最后由主管决定这张选票算不算有效票 验证签名后工作人员会把信封和选票分离 大选夜八点半左右 机票中心将公布经过验证和统计的邮寄选票的票数 之后随着各地投票站的选票陆续送达机票中心 每30分钟就会有更多票数公布 目前洛杉矶线有122处投票站 从早上10点开放至晚上7点 11月5日大选当天 选民最晚要在晚上8点前完成投票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伯源 刘洁 洛杉矶采访报道